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 有这么一样东西它经常会出现在公司的前台 大大小小的商铺也少不了它的身影 人们之所以喜欢它是因为盼望它能够给做生意的人带来财富 大家有没有猜到这样东西是什么呢 它其实就是招财猫,一尊非常可爱且小手会动的雕塑 招财猫的小手在相同频率下总是不停地摆动着 寓意为招财,而中国人最喜欢的就是这类能忘财的东西 因此很受中国人的喜欢 招财猫的故乡在日本的长华,一个极竞无名的小地方 但其长华的历史非常优秀,称得上是日本的历史文化名城 然而随着东京发展的越来越好,长华就显得非常逊色了 在长华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古摇 古时候的长华是一个盛产陶瓷制品的地方 这里所生产的陶瓷几乎可以和中国景德镇的陶瓷相媲美了 因此古时候的长华还是非常繁荣昌盛的 史经的长河不断地流淌着,长华也渐渐媚人淡忘 直到招财猫的兴起,让无数人再次踏足长华的这片土地 使得当地的人气越来越高 当地为了更好的服务游客,还特地修建了一座机场 随着长华的游客越来越多 当地人的收入也越来越高 为了感谢招财猫 当地人特地建了一个高3.8米宽6.3米的招财猫陶瓷雕塑 此外,为了吸引游客的眼球 他们还特地在雕塑下修筑了只招财猫大道 大道上有39只形态各异 憨厚可居的招财猫,十分小小可爱 很多游客都忍不住想要抠走 最具年代感的还要票数陶瓷小鹿 小鹿一山而建,是由明治时期的图馆和昭和时期的桃湖所修筑而成的 走在小鹿上就好像畅游在历史的长河里,趣味十足 大家去过日本吗?最喜欢日本的哪座城市呢?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别忘了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